不够了 好 嘿嘿 佛拉丁的什么都还有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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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这样子的 就上个口令就是起立尽力 坐下不管是什么音 哪一个国语都是 好 好 谢谢 平安 大家很欢喜 可以在这次唱歌里面 要来日末 我们的民政府 他要说 他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在这里我感觉有一个 特别的感觉 我先请教 我用台语 这样说 听话 还是要用华语 华语 要用华语 华语还是用 啊 很抱歉 这个我不太会 根本不会 华语 好好 这样好 那我用华语来 解说了 好 很好 在这一次我们里面 我们每次教唱歌的时候呢 这不是说单纯要学习什么样的歌声 也不是说要去让我们说得到什么样对歌曲的鉴赏能力都不是 而是要告诉我们说 在台湾我们本身住在这里的人民他的歌声本来就很美 台湾本来的故事也都很漂亮 台湾本身住在这里所发生的故事所发生的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可以代表台湾的全部都被磨灭掉 这是我们一直很感慨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上课里面 除了让大家能够轻松认识之外 也还有一个很大的使命感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音乐 都是出自于我们的台湾 希望你能够爱惜这块土地 那么我在每一次今天很高兴 大部分都是教会的牧师 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有看到第一首歌这里一首愿 这首愿里面 你如果细细的看他的歌词 你会发现到说 当你在追求所有的事物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追求所有的事情 你如果看到一张新台币 比如说你想要拥有一个梦想 我们就用一个零来画 但是呢如果说我还要想要有车子 我再一个再多一个零 我也要有房子 我也要有很多的孩子 做功课也要失业非常的好 然后我有这么多梦想里面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 你这个梦想很多的理想都可以画很多 但是如果我把这些圈圈画成一个新台币 不是新台币 我把它当做钞票的话 你们可以发现它少了什么东西 就是最前面这里少了一位神的存在 如果没有这些 你拥有很多的理想很多的希望 但是没有这一位的话 全部都是都是归空的 那么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当你拥有很多的理想 很多你想要做的报复 如果没有一个国家 我想这个也是没有用 不管你学历再多高 你的事业再怎么好 你的家庭再怎么美满 你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 但是没有前面的那一个数字 一个国家一位神 我想这个都是归空与灵 但是长期来在国民党流亡政府告诉我们的 一直就是在追求后面那些灵 他不告诉你说你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有时候看到台湾在唱歌的歌都是说 你唱那些都没有水准 你要来唱唱 他们所做的 以前我也曾经参加过很多的 那个全班的比赛 竟然还唱到中华民国颂 我觉得越唱越感到 哇以前怎么那么可怜 怎么以前怎么那么感到 但是呢长大后发现他们并不是中华民国颂 他在中国那边已经把它改成中华民族颂 把它改变了 那跟小时候的梦想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第一首歌是要来唱这首叫做远 它是 这华语可以唱吗 可以哈 应该是 好我们用华语哈 喂 嘿 华语 喂 喂 喂 这块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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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啊这样可以了哈 太滑 好 而且因为以前我都是唱台语母语 所以才比较不太流利 好来 我们来如果会唱的话 你用心把它唱看看 好来我们一起来 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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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来来来 为这块土地 我曾心祈祷 愿主的真理 如光全地照耀 为这块土地 我全被寻找 愿主的生命 领导真理的百姓 愿全能阿爸天父 愿祢将 愿身穷于悲伤 离开我们心中 愿全能阿爸天父 愿祢过降临 愿盼望与喜乐 永在我们心中 来 再一次 来 为这块土地 我曾心祈祷 愿主的真理 如光全地照耀 为这块土地 千倍寻找 愿主的生命 领导这礼百姓 愿全能阿爸天父 愿祢过降临 愿全能阿爸天父 愿祢过降临 愿盼望与喜乐 永在我们心中 愿全能阿爸天父 愿祢过降临 好 我们在这首歌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当你发现台湾很多很多丰富的东西的时候 但是没有国家 没有一个真正的地位 你会觉得这个是会产生很大的空虚 曾经也有一个故事 在我小学的时候也念过 他告诉我们 就是 蒋介石 他来到台湾 有一个课文里面他教导我们说 他从观看鱼在力争上游 然后他看了一下子之后觉得 他要努力向上 当我读到这个课文 我感觉到自己很惭愧 说奇怪啊 原来伟人就是看到鱼都会想要力争上游 如果是我看到的话 我会赶快回家拿鱼网把它捞起来 为什么我不会去想到说 要赶快看他的动作力争上游 好像不一样 我以为说让我自卑了好多年 说奇怪 我真的不能成为伟人 我伟人原来是那么伟大 他看到鱼都有这样的想法 我看到鱼是想说 拿来蒸蒸的 哇很像 两个想法不一样 但是长大之后 我才发现 他很多东西都是在用骗的 这个是不实事实 他看到鱼他更想把它捞起来 我觉得他的个性 如果让他看到可能 整条溪全部都捞起来 他不会留一条让他存活 所以他开始渐渐渐渐消灭我们脑袋中的思想说 我们应该要追寻的什么 他让你追寻那种幻影 不太一样的东西 让你看不到 所以应该很多小时候 我们都知道说 当你考试考一百分的时候 大家都在为这一百分鼓掌 但是 我觉得九十九分的也不错 却没有人为他鼓掌 但是考不及格的 也没有人去安慰他 这个就是造成我们竞争的心态以后 好像一百分的人才可以存活 其他一百分以下的都不能留下来 所以我们台湾人就开始自暴自弃 觉得台湾的东西都是很低俗 不能讲台语 因为那个是很低俗 不能做台湾有关的东西 因为都很低俗 从很多字眼你可以看到说 称为台湾的时候 很多的事情 他都叫做台湾风俗 但是他在介绍中国那边的时候 都叫中国文化 一个叫用风俗一个用文化 为什么我们这边叫做风俗 你们那边叫做文化 终于我弄清楚了 他们是他们 我们是我们 所以在1947年 全球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发生 就是以色列复国 我发现当他们复国的时候 不是他们很高兴 而是看到 他们在祈祷是为什么 每一次他们被外来的族群侵略 被外来族群欺负的时候 他们就去一个地方叫做枯墙 他们去那边枯的时候 祈祷就说主啊 求你给我们一个国家 神啊你要帮助我们建立国家 然后枯完之后再回去 但是我发现 我们在台湾经过这样的教育之后 都变成了 当很多人去以色列观光 回来都说 哇你看我去那边祈祷 我这只脚好了 啊我去那边祈祷 是我的头痛好了 我的去那边祈祷以后 我的什么东西已经变好了 我发现大家开始变自私了 从来没有人愿意为国家来祈祷 所以当你唱这首愿 我觉得台湾里面现在充满了贫穷 以及很多的悲伤 希望希望能够脱离我们心中 永远永远的脱离 好我们现在再来唱一次这首歌 来 为这块土地我曾行祈祷 愿主地真地主光全地照耀 为这块土地我谦卑寻找 愿主地生命令到这里百喜 愿全能阿爸天父愿祢国降低 愿贫穷与悲伤离开我们心中 愿全能阿爸天父愿祢国降临 愿盼望与喜乐永远咱们心中 好实在是很不错 我们看到这些歌曲里面 可以知道说台湾其实都是被贫穷 还有悲伤站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好像都不敢去想像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跟其他国家一样 都一直在感受到台湾这块土地 好像从来别人喜欢的话就来到我们这里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知道说 在台湾这个土地上曾经被插过几只国旗 曾经被插过八只国旗 我曾经一一的去把它算一下 总共插上八只国旗 而且都是不同国家 每次插在我们土地上都说 这块土地是我的 然后开始把它瓜分把它夺取之后 然后就开始走掉了 然后另外一个又来的又插上去 总共插在最后一支是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这一支 那我们可以想像 当这支国旗插在我们土地上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台湾跟中国人的不一样 好像为什么他们就是比较高等的一个人 我们好像就比较低等 当然我们不是在制造这个族群的分化 而是我们是说 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包容大家来这边相处 你为什么不能包容其他的人 我发现台湾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会包容别人 一直开始去计较 一直开始去认为说我只要能够得第一就好了 所以你看像小朋友他很多开始 他不管学什么 只要能够竞赛的 他都可以很努力的去冲 但是冲到最后 我说你比赛这个干什么 他说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看我们小学生他开始一直去比赛 每一次都想要 得第一名 然后英语比赛 演讲比赛也可以得第一名 然后曾经有小朋友也问过我说 你曾经得过什么第一名 我想一想 我说很奇怪 我从幼稚园开始 一直到大学毕业了 这个就学当中 每一年的毕业典礼 每一个阶段的毕业典礼 我看到很多人都拿了很多奖品很多东西 那读读之后我 我体验了很多次 每一次我都还有手可以插口袋 然后还拿手里拿一张毕业证书 这样子就换回家了 从来没有拿过礼物 从来也没有得过什么奖 然后直到我最后一次要毕业的时候 最后一次要毕业的时候 哇我就很埋怨了 我说为什么得爱心奖的人 他哪里叫我爱心 他应该不叫我爱心 上次我还看他在欺负小狗 他竟然得了爱心奖 然后有人还在做很多事情 为什么他可以得到这些奖 我也想不透 原来他只要稍微关系好一点 就是这一个人 每一次我看到很多得奖的人 他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然后他忘记背后的人 或许有的人比他更好 当我埋怨之后 我们同学就开了一个玩笑 他就做了大概像报纸那么大张的一个奖状 然后在最后一次的毕业典礼里面 他叫我上台 然后还念出来说 我们颁发一个奖 叫做不随地大小便奖 请郑同学出来领奖 那是我有史以来领到第四奖 就是不随地大小便奖 因为我都没有随地大小便 所以他就颁发那个奖给我 但是讲到这里 我是觉得说 你竞赛这个有用吗 我想没有用的 这张拿回去一定会被人家骂 不然就是被人家笑 所以在以下这段时间里面 我希望我来介绍一首台湾的真正的歌曲 当你听完这首歌曲 你不用怀疑 那是真正从台湾东谱唱出来的 那些小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 那个歌声 总共是有三重唱的一个四部合唱 但是我发现他们真的很不错 他把它唱得非常响亮 而且他们心里面只要一个意愿 他要把玉山的声音唱给全世界的人听 我想这个歌声 我来介绍给大家来听一下 我等一下唱我很好 吴佳修可以找到那首台湾妈妈来 因为我先介绍一下 这首歌呢 他一开始是由东谱国小的小朋友在唱 那我在看他们练习的时候 都是一种 有时候都是校长去把他拉过来 然后有的跑回家 有的肚子饿 有的很多很多家庭问题 但是那个校长就说 没关系我们来唱歌 当他们一直唱歌 有一首歌叫做 他每次要练唱的时候 都会先唱一首我们献上感恩的心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声 我是东谱国小和唱团的团圆 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 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 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 看我顺便买礼物给我 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和好 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 我也想要电脑 我更想要永远待在东谱 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 какиеąż款的能量 有的时候就立之路 我都要别年把歌唱好 都答应该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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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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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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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